各位朋友早晨 今天跟大家分享 馬步和Base of Support 是非常重要的 給各位朋友的 Fore Hand, Back Hand, Serve 我們也是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 膝蓋的動作 大家記得有一個最愛的動作 這個最愛的動作 你們的馬步要當大 大家知道 通過你的Pivot 我們會幫助我們的Hip Rotation 就是腰轉 所以大家要記住 馬步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的動心要降低 是令到你可以很平衡和穩定的 當你加速的時候 很多球員很喜歡加速 所以記得你的馬步要穩定 所以大家要記住 好嗎 OK And then Push 就是你Pivot Again 可以 Push 就你Pivot Prepare Execute Prepare Execute 如果你Prepare 也好 Execute 就會很強 看看 幾次 大家可以看看你的打側 我現在的馬步很低,臀部向著你 但當我一跳,我的臀部就會出來了 你的臀部就會出來了 所以,一個 然後,在回軸的角度 然後你會看到,臀部的腳 這個腳是非常重要的 支撐到我們的臀部的回軸 早安,各位朋友,早安 早安 給你們看 這是非常重要的 臀部的回軸 臀部的馬呢 這隻腳就是臀部的臀部 臀部的臀部 記住,各位朋友記得要有一個pivot的動作 那你呢,就要容易一點 做你的臀部的回軸 加上你的centre of gravity 那呢,希望大家呢 明白我剛才的說明了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的execution of power 你一定要balance 才有strengthen power 你的base of support 是非常重要的 STM呢,是有這個 Base of support in 我們的methodology 非常重要的 有興趣呢 去xtmtraining.org 去 visit,好嗎 好,今天就sharing就到這個位置 記得大家去練 似乎打擊 拜拜